高雄有一名女子6号下午跟朋友来到了台中旺高寮来看夕阳 但是女子后来独自离开步道 走到了没有光源的地方 不料视线不佳 加上台风过后路面湿滑 她一个不注意踩空就滑落山坡 搜救队员是花了将近三个小时协助她脱困 幸好女子只有轻微插手 搜救队员凌晨默黑 照灯驾驶绳索缓缓地合力往上拉 因为有人滑落边坡 来喔 就剩一点点而已喔 来 一二三 长发女子被拉上岸 全身贪软一时无法起身 小姐走 我现在站不起来可以拉我一下吗 台中市消防局敲声夜机窝通报 由民众衰落望高楼夜景公园山坡下 搜救队员到场后 在大树上固定绳索立即垂涨 在大约十公尺处发现女子身影 全身多处擦伤 是来观赏夜景 会走那么深进来 就觉得那边安静啊 比较没人 是踩不到地然后是 滑下去 余姓女子来自高雄 撩骚和友人到台中望高楼看夕阳 两人从夕阳看了夜景 随着人潮越来越多 她想自己静一静独自离开步道 走到没有光源的地方 不料事先不佳 加上台风过后路面湿滑 一个不小心踩空滑落边坡 女子因心情不佳 与朋友出游散心时走私了 由于该处时值深夜 身手不见五指 以通话的方式 请该女子发出声响 让搜救人员能够锁定救护方向 警方定时间在现场 除了发现女子物品 还发现一支空酒瓶 警方怀疑也可能是喝醉酒 不慎掉落 不过信号女子命大只受轻伤 平安获救 记者王胜炫 台中 差不多 我们下期见